他脏子是膝盖骨的骨折 然后也有处理 但是最近这两三年来 疼痛 膝盖疼痛的情形 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如果稍微放大 给大家看一下的时候 这个膝盖 这个地方 关节面 正常的时候 这个骨头应该它的颜色 跟底下是很均匀一致的 这个上下显然是 不一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从正面来看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右边的情形还好 左边的这个情形的时候 更加有一点点 质地的一个改变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本身因为受伤的一个关系 造成这个地方 关节面的一个摩擦 长久的一个影响 对骨头的一个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那当时是因为 膝盖骨的一个骨折 所以你看看膝盖骨的骨折 影响周边 病骨的骨折 影响膝盖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膝盖整个的一个结构 我们看得到的都是骨头的部分 但是它的软骨 它的这个整体相关的一些韧带等等 一旦有受伤 好像战争一样 它要去复原 它造成的一个影响 长久的影响 事实上都会是蛮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是开刀进去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软骨 这个不是比较正常的部分 这个软骨被磨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好像断圆残壁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尤其是在内侧这个地方 外侧那个地方 可以看得比较明显的这个位置 这些都是因为局部 在那样的一个位置 关节里面的一个软骨 它本身的一个受损 所以包括底下的一个骨头的一个质地 也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后来 还是给它做人工膝关节的一个置换 大家可以看到置换以后 这样的一个角度工整 大概行走 大概就没有问题 所以对病人一个生活的一个 品质的一个帮忙 事实上是很大 所以有问题的一个受伤过的一个关节 我们更加要注意 请复健科的医师 骨科的医师 在术后 不是只是开刀 或者是即兴起的一个照顾 术后的一个复健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感恩师不是只是战争 平常的时候 人跟人也要递出那个感恩师吧